你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? 第二天一大早,小和尚抱块大石头,到菜市场上去卖。 菜市场上人来人往,人们很好奇。 一家庭主妇走了过来,问,石头多少钱卖呀? 和尚伸出两个纸头,主妇说,两块钱。 和尚咬咬头,家庭主妇说,那是二十元,好吧,我刚好难回去加酸菜。 小和尚听到,我的妈呀,一文不值的石头居然有人出二十块钱来买,我们山上有的事呢。 于是,小和尚没有买,乐呵呵地去见师父。 师父,今天有一个家庭主妇愿意出二十元钱买我的石头。 师父,您现在可以告诉我,我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了吗? 船师说,嗯,不急,你明天一早再把这块石头拿去到博物馆去。 假如有人问价,你依然指出两个指头。 如果他还价,你不要买,再抱回来,我们再谈。 第二天早上,在博物馆里,一群好奇的人围观,窃窃私欲, 一块普通的石头有什么价值摆放在博物馆里呢? 既然这块石头摆在博物馆里,那一定有它的价值,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而已。 这时,有一个人从人群中窜出来,冲着小和尚大声说, 小和尚,你这块石头多少钱卖呀? 小和尚没有出声,伸出两个指头。 那两个人说,两百元,小和尚摇了摇头。 那人就说,两千就两千元吧,刚好我要用它雕刻一尊石像。 小和尚听到这里,倒退了一步,非常惊讶。 他依然遵循师父的嘱托,把这块石头抱回到山上,去见师父。 师父,今天有人要出两千元买我这块石头,这回您总要告诉我,我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了吧。 陈师哈哈大笑说,你明天再把这块石头拿到古董店去买,照例有人还价,您就把它抱回来。 这一次,师父一定告诉你,你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。 第三天一早,小和尚又抱着那块大石头来到了古董店。 依然有一些人围观,有一些人谈论,这是什么石头啊? 在哪儿出土呢?是哪个朝代的呀? 是做什么用的呢? 终于有一个人来过来问价。 小和尚,你这块石头多少钱卖呀? 小和尚依然不声不语,伸出了两个枝头。 两万元? 小和尚睁大眼睛,睁大嘴巴,惊讶地大叫一声。 啊? 那位客人以为自己出嫁太妻,气坏了小和尚,立刻就认说。 不,不,不,我说错了,我是要给你二十万元。 二十万元? 小和尚听到这里,立刻抱起石头。 飞观魂山上去见师傅,去转续续地说。 师傅,师傅,这下我们可发达了,今天的施主出嫁二十万元买我们的石头。 现在您总可告诉我,我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了吧? 禅师默默小和尚的头,此爱得说。 孩子啊,你人生最大的价值就好像只会石头。 如果你把自己摆在菜市场上,你就值二十块钱。 如果你把自己摆在博物馆里,你就值两千元。 如果你把自己摆在博物馆店里,你值二十万元。 平台不同,定位不同。 我为你保险做了不了。 我们不能够集团. 我们不能够集团。 看看这边 who是BIEN的。 我会不知道他们为了。 好,员下来说。 也是好方。 好,员下来说。 你能够集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